现在我是在东京的家里半夜深夜 有一句名言叫这个 孤独是艺术源泉 只有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创作 为什么半夜跟大家做一个视频呢 是因为我刚才做了个梦 这个梦简直就是一个电影 这个剧情非常非常厉害 我经常做这样的梦 整个这个梦啊 它非常这个 这个一环套一环呢 非常有这个戏剧性 而且呢充满着哲理 但是这个梦如果明天早上起来 就不记得了 我曾经有好几个非常好的梦 我都就是办起来就跟奔驰老师讲 其实他也不记得 讲完就丢了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我做了 如果说是觉得有价值的梦 我要把它做出节目来 啊 跟大家分享 同时也记录下来 啊 今天这个梦呢 我在里面是一个水利专家 啊 我是洋人 都是洋人 这个西里面出来全部都是洋人 我自己也是西洋人 不是我这个这个脸啊 那么我有一个太太 我的太太呢 也是这个水利专家 她以前是 等于是我的这个这个下属 啊 等于我们俩一直是一直工作的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的太太长得比较修长 呃 长了一副这个长长的 这个这个短头发啊 穿了成灰色的这个外套 呃 非常严肃啊 非常非常严肃 他一般不大开玩笑 啊 话也不多 啊 我们俩在一起 就是工作比较多 当然也就是 完全就没有这个夫妻生活 完全没有性生活啊 但是我从小呢 有一个闺蜜 OK 我自己的闺蜜 就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这个朋友后来成为了警察 他娶了一个 啊 非常可爱的太太啊 这个太太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现在这个奔驰的 比她小一号 就是那种样子 非常可爱 而且呢 这个 话很多 啊 后来这个 我这个朋友叫杰克啊 他那个太太叫凯斯林啊 这个凯斯林呢 就跟我的太太成为了朋友 所以精神就跑到我们家里来玩 OK 所以就跟我 就就就就就搞上了 啊 等于他就经常知道 我太太不在家的时候啊 跑到我家里来 如果我太太在的话呢 他就说是找他玩的啊 他不在的话 那他就跟我就是一直长期的 就是有这种 这种关系 那就是如河如土 我跟他就 就是两个这方面 非常地合得来 结果呢 就是这个 是怎么样 哦 对了 这个我在的那个城市啊 有一个水利 这个问题 一个crisis 有一个水利危机 就是我 要去解决这个危机问题 因为我是为一家大公司工作 为这家大公司工作呢 这家大公司为了 它公司的利益啊 就 它好像是一个水库还是什么 水库有问题 但这个大公司为了 这个经济利益呢 就不愿意把这个危机讲出来 但是我就知道 如果说是确题 如果说是这个洪水啊 或者是天气什么原因啊 那造成整个城市的这个灾难 在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到这个 政府邮方 部门去 报告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丢掉我的工作 啊 但是我不去报告 报告的话呢 那个这个城市的这些人啊 都有这个这个危险 最后我就跟我太太商量 我太太鼓励我 她说你应该去报告 啊 然后呢 我说那你跟我一起去 她说可以 她说我带着我的朋友啊 带着凯瑟琳一起去 啊 我的 太太叫Mary 啊 叫玛丽 我在这个 戏里面还是叫Daniel 还是叫丹尼啊 我就带着我的太太玛丽啊 那玛丽就叫了这个凯瑟琳 我们三个人一起 就去了这个政府这个部门 啊 到了这个政府这个部门的时候呢 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人啊 刚好不在 然后 三个人看了看以后啊 然后这个 因为凯瑟琳嘛 她她不是搞水利的 她对自己没有兴趣 她就跟我太太玛丽说 她说我想到咖啡馆去喝杯咖啡 啊 我的太太就说那好 我陪你去 我说你们两个去吧 我就在这等 然后他们两个就到了咖啡馆去喝咖啡 这个咖啡馆呢 就碰到一个中年 非常有魅力的中年男人 朝美库琳在那里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 跟我太太就对上眼了 对上眼了 两个人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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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勾搭起来的啊 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去了某一个地方啊 就干了一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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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凯瑟琳是一个一个非常那个那个性感的女人 她是什么发言的玩 OK 事实上就是说她跟我太太有一腿 啊 她也是同性恋 她跟我太太有一腿 她也跟我有一腿 然后呢 她又陪着我的太太去跟那个人玩 啊 这个事情啊 就被这个 警察知道了 知道就就就就就很气愤 啊 很气愤 就就跑来就就跟我讲 她说你太太怎么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啊 你太太 把我太太带坏了 什么什么什么样 最后就是 她就是要跟她太太离婚 啊 为这个事情 我就跟我的这个闺蜜 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啊 跟那个杰克讲 我说 哎呀 其实你的太太太啊 比我的太太更糟糕 她说怎么说 我说这个事情啊 你一定要离婚呢 我们一起到一个这个 叫什么 叫这个婚姻 这个商堂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 就是离婚的时候啊 你在我离婚之前 会有一个 规定你要先去 找一个地方 就跟你谈 要有个谈判的地方 好像是 我们一起到那里去谈 然后呢 她就她就去跟她的太太说 啊 她太太正好在那里玩 她就跟太太说啊 太太很天真很可爱 她就跟太太说 她说我正好要出差了啊 她说呢 呃 这个 警局啊 要我带你一起去 算是个短的度假 啊 本来这个太太一听说 她先生要出差了 她就很高兴 因为她先生出差了 她就可以往我家里跑 啊 但是呢 她先生说 我要带你一起去 她就论了一下 啊 没办法 然后呢 这个 凯斯林啊 跟着这个 杰克两个人 一起 就走这个地方 才发现 诶 我跟我太太 在那里等他们 啊 而且还带着 另外那个男人 在那里等他 这下就大家的面面相续啊 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跟 然后我就跟这个杰克说 啊 我就故意跑到 他的太太面前 去聊他太太 啊 这个太太就 做得很严肃的样子 啊 我就想告诉杰克 我说 其实你的太太 跟我一直有一腿 所以说 你不应该怪我的太太 把你的太太带坏了 啊 是谁的太太 把谁的太太带坏了 还不知道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种 这样的关系 而这个 我的太太 就一直坚持 要把这个男人 啊 要带入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他抱怨 他说 我一直没有性生活 他说 我实在不行了 他说 要不我就跟我先生离婚 他跟我离婚 要不呢 我就把我这个太太 要带进 要不要 要这位先生 啊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叫 叫Benjamin 啊 要把这个Benjamin 带入到我们的生活 Benjamin 一生不肯 这时候 我就跟这个 杰克两个人 我说 这样吧 我们俩出去 走一走 到外面就看看啊 两个人走出去 我们家商量怎么办 要不要离婚 因为我跟杰克两个人 关系实在是太好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 就是我们不愿意 会为了这个 这些事情 就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 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 这个杰克就讲 既然是这种情况 他说 我们俩离婚了 就变成两个单身汉了 对不对 他说 如果 就没有家了 对吧 那还不如 就是说 你既然你 跟我太太 一直有那个 对吧 那么你的太太 现在这个不够 那么就是说 你的太太 找那个男的进来 他说 那我 另外就找女朋友好了 我不记得 他是他自己 其实另外有个女朋友 还是怎么 反正他是有个人 那干脆就是 把这个 这个窗户 都捅开算了 与其说 我是反复说 我不愿意离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态度 对我的工作很重要 对我的工作很重要 没有我太太的帮助的话 我这个 现在有一个 全城的 这个人的生命 要去拯救 他我要 我跟我太太关系 搞糟了的话 那以后工作 比较困难的话 会对整个城市的人们的 生活会 会有影响 所以我说 我是不愿意离 他说 他其实也不愿意离 因为太太在他 跟他在一起 虽然跟他没什么 那个那种 那种夫妻关系 但是太太确实很可爱 在家里呢 也可以做很多家务 就缺少 这个太太的话 他也会很那个 他也很庆幸 他好在 太太在外面 搞男人的话 是搞的 搞的你 他说 自己的兄弟 这么说 飞雪不外流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 就就回去了 回去 看是又来了一个男人 多一个男人 哎 我说刚才是 这是Benjamin 这么又来一个 这个 来了这个人 这个Benjamin 就是说 这是我的男朋友 他说 他们俩是同居者 他要呢 就是大家一起 搬过来住 要不他就不会过来 这下把 这个我的太太 和那个 他的太太 就是 这个凯思琳 跟我的这个Mary 他们俩 高兴得不得了 哦 有多一个男人 多一个男人玩 这时候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要分了 就是 谁住谁家里呢 就是说 谁 住在谁家里 就谁住 谁家里去 等于是一个家里 有两个男人 等于是有四个男人 两个女人 这个怎么分配的问题了 对吧 行了行去 最后我们说 哎呀 干脆这样吧 把那个墙啊 打通算了 因为我们是住隔壁的 把墙一打通的话 我们就干脆 就是一个大家庭 四个男人 两个女人 一起过 一起过 那中间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杰克啊 跟他的太太凯斯林啊 有一个女 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儿子还不大 那么儿子的意见 一听也听 怎么办 这个家庭很复杂 那我跟这个 我的太太Mary呢 我们是有一个女儿 而这个女儿 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这个女儿 就送到学校里去 因为不能让他 这个进入到 这样一个复杂的 这个关系中间 那他们就决定 把这个房子里面 弄一间 专门给这个儿子 这儿子你不要参加到 我们这个大人的 生活中间来 这儿子就很高兴 因为他可以独立了 这样我们就四个人 开始了这个 这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生活 那么这个Benjamin呢 他的那个闺蜜 他的那个男朋友 是干什么的呢 是个厨师 做厨师的 所以他进来以后啊 他就说干脆 我就把工作吃了 我就专门在家里做饭吃 这么多人嘛 在里面里养我 他没想到这个 Benjamin呢 他是搞了我太太 对不对 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搞得来呢 因为后来他发现 这个Benjamin呢 其实就是这个 政府工作部门的 那个官员 他就是为这个事情 很 很那个什么 因为这个 政府部门 跟我的公司的老板 勾结 想把这个事情 瞒起来 但是那个官员 他也知道 Benjamin也知道 这个事情 是肯定要出事情 所以他一气之下 就把他工作辞掉了 他就辞职了 我是还在犹豫 我想报告 等待辞职 等待被开除的那个命运 但是Benjamin已经提早一天 他就已经把工作辞掉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 在那里上班的时候 没有人的原因 而我的太太 是在咖啡馆里坐下来 跟Benjamin见面以后 他们聊去水利来了 聊到水利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 这个那么有学问啊 侃侃而谈 所以我太太是一个 是个学者嘛 她是这个 没有在这方面 有那个的话 她是对她没有吸引力的 然后她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不跟我太太 不是我太太不跟我 因为我有 我的朋友 杰克他的太太凯斯林 我跟凯斯林搞得来 所以就服侍了我的太太 我太太也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 但是一下就把她的热情勾引起来了 再加上凯斯林一散风 哇 他就跟这个Benjamin就搞上了 这下好了 这个我也不用担心 我太太的事情 对吧 我也没有什么 好那个 顾及的 对吧 那我跟这个 凯斯林也就是变成了这个 随时想什么 也不要躲躲 常常躲躲了 对不对啊 而那个 我的朋友杰克呢 因为他做警察很忙 经常就不担 偶尔回来 还带个女朋友回来 OK 带个女朋友回来 结果呢 就是说 在我跟这个Benjamin啊 以及我太太 我们三个人的合作之下 合作之下 终于把这个事情啊 捅出来了 啊 终于就是这个 当然就是最后被了公司 我也被公司开除了嘛 我跟我太太都被公司开除了 最后就是Benjamin 这个我 跟我的太太三个人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成立了自己的一个 一个水利咨询公司 就是设计图资啊 什么东西啊 就变成 变成我们是一家公司了 那么就是这个 凯斯林啊 就等于是我的女人 那么Benjamin 就跟我太太啊 然后呢 这个Benjamin的男朋友 就装不出炒饭的啊 全部就是在家里 租家务 那么我的朋友 捷克的很少回家 回来就带个女朋友来啊 就是碰到什么事情 那就为父事安啊 搞什么东西 要出去以后 就是一个这样奇怪的这样的家庭啊 这样的就是防止了这个水灾 防止了这个就救下了 就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之后 我们就决定就是说 把这个隐患感爆出来以后 这个坝就是等于就是废掉了 让它慢慢的排水 慢慢的排水以后啊 这个坝以后就不用了 就就就就就变成一个 就不吸 就不蓄水了 就不蓄水就不会产生压力 所以水就自然的自然的 所以下游也不会有干旱了 以后啊 也不会有突然的 因为那个泄洪啊 是发生水灾啊 或者是这个天气啊 这个雨少雨的时候 这里去水 底下就干了 就不就等于是把这个坝的这个河流啊 变成了一个自然生态了 就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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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做这个梦 OK 梦讲完了 可能很长 但是看一部电影的话呢 看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嘛 对吧 那么 我现在故事至少没讲那么长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蛮有意义的啊 这个你去 你去想象一下这些人啊 我我我找些照片啊 大概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印象 大概长什么样子的人 我尽量去找啊 然后呢 提到视频里面 好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以后如果有同样的 不会同样的 就是有什么觉得很有趣的梦的话啊 我都会讲给大家听 可能在这个讲的过程中间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到的 因为这个往往就是梦里的 出来的东西 那么他寓意着什么其他的事情 可能还要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再去细细的琢磨 才能出现一些其他的东西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啊对了 啊对了 还有一点要补充的 就是自从这个大家庭之后 我跟凯瑟琳的那种关系就觉得没有味道了 因为公开了啊 不再是偷了 所以就慢慢就少了 而 这个每次我的朋友啊 即刻带着他的小女朋友回来的时候啊 我就会觉得很高兴 凯瑟琳就是知道我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OK 好 补充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什么东西都是偷的就好吃 OK